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原来这就是深井思维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一个人拿着铁锹四处挖井求水 他挖了很多地方 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在这里遇到了困难 看不到希望 就换一个地方继续挖 结果最后地上留下了很多洞 却始终见不到水的踪影 其实只要他再坚持一下下 就能挖到一条地下水流了 这就是深井思维 我的前同事大宇讲过一个故事 刚毕业那年 他进了一个还不错的国企 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 让他觉得没有多大的笨头 没干半年他就辞职了 他跨行业进了一家媒体公司 每天负责拍素材写报道 刚进这个行业 他信心满满 想要在这儿创出一片天地来 可是他干着最苦最累的活 拿着最少的工资 眼看身边 那一批同学都在考研 考工 他又辞职了 找了一份便利店收银的工作 加入了考研大军当中 接连两年考场失利 他与心仪的大学擦肩而过 他又想放弃了 而当初和他一起进国企的同事 早就升职加薪了 那些在媒体行业深耕的人 也写出了多篇报文 有的人还当上了主编 现在的他呢 高不成低不就的 只能继续在便利店中 当一个收银员 羡慕着别人的生活 他说 我觉得别人工资比我高 过得比我好 我就想跟着他们重新开始 可是到最后呢 只落下了 竹篮打水一场空 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 人生并不会因此而变成成功模式 曾经有读者向作家刘庸 请教过类似的问题 他在信里说 他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 想跳槽到另外一个行业 但又怕新工作也干不好 所以呢 现在很迷茫 刘庸在信中回复道 我们常常在排队的时候 排在这条线 觉得那边人少 就跳到那条线去 结果你在跳的时候 那边就有别人过去了 你不见得快 搞不好还会变得更慢 今天你放弃了这个工作 去换另外一份工作 你是不是会加倍努力呢 换个角度想 既然能在另一个工作上加倍努力 那你在现在工作上加倍努力 是不是也能有不错的表现呢 孟子曾说 有违者辟若绝景 绝景久任而不集权 有违气景也 我们的生活就像挖井取水一样 挖到一半还没看见水的时候 就选择放弃 这口井就只能是一口费井 在知乎上有一个很火的问题 如何走出人生低谷 下面有一个高赞回答说到 多走几步 有一个男人找不到工作 穷困潦倒 每天躲在破烂的出租屋中 艰难度日 幸好有写作这个爱好 一直支撑着他 可当他把自己的稿件 满怀期待投出去时 收到的却全是否定 身边的人嘲笑他说 你写的小说根本没人看 你压根就不是吃这碗饭的人 不如好好找份工作吧 挫败 质疑 否定 充斥着他的整个生活 可他还是选择了坚持下去 他在洗衣机上写 在拖车房里写 在出租屋的门廊上写 不停地写 不停地改 最终长篇小说 《魔女嘉丽问世了》 销量突破两百万册 他也因此名声大噪 他叫斯蒂芬金 被称为画时代的恐怖小说家 也是肖申克的救赎这本书的作者 他有上百篇小说被改编为电影 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无独有偶 村上春树成名之前 也有过一段黑暗的日子 那时他白天忙于工作 到了深夜店铺打烊后 他就回到家里写作 他在餐桌上一直写到 昏昏欲睡为止 这段艰苦的日子 熬了将近三年 才算结束的 后来谈起那段岁月 他只是淡定地说道 回过神来 我多少变得比以前更坚强了一些 也增长了一些智慧 所以我很想告诉你 尽管眼下十分艰难 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 就会开花结果 生活中难免有黑暗的日子 行至艰难处 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黑暗过后就是黎明 风雨过后就是天晴 心理学家安吉拉 李杜克沃斯 曾花多年时间研究 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他调查了美国西点军校 以及社会各界许多成功人士 最后他发现 一个人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智商 不是情商 不是人脉 也不是兴趣 而是Great 毅力 前阵子演员张艺 凭借八百 我和我的家乡 金刚川等大片 当选为2020年票房之王 有人评价说了 张艺是运气最差的演员 也是演技最好的演员 成名之前的他呢 默默无闻了二十多年 高考落榜北京广播学院 随后又因为长相太普通了 被军艺中系淘汰 等好不容易进了军队 因为文工团也只能坐冷板凳 他跑了五年剧组 投过上千份简历 可收到的最好结果呢 只是去混个跑龙套的角色 没有天赋 求职路上屡屡受挫 运气也几乎与他绝缘 甚至有连续五六年的时间 他都没戏可拍 无数声音都在告诉他 你不适合当演员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嘲讽 他一笑置之 坚持一路死磕下去 为了一个替补角色 他在别人休息时偷偷练习 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为了能说更地道的方言 他和当地人一起生活 还自制了一本《方言手册》 在拍攀登者时 他为了准确表达痛苦和情绪 赤着双脚踩在大雪中 动坏了半个脚掌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 为了演出虚弱憔悴的效果 他一天只吃一根黄瓜 二十天瘦了二十斤 正是无数次与自己的死磕 才有了后来的这个百亿引地 这世上从来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 所有光环背后都藏着一段 不为人知的艰苦岁月 作家麦家曾说 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 最缺的其实是与自己死磕的笨人 有时候成功没有什么别的技巧 就是默默地坚持 就是笨笨地熬 熬过那段无人问津的寒冬 才能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竹子熬了四年才长三厘米 但从第五年开始 就会以每天三十厘米的速度增长 一个多月就能长到十五米 荷花在第二十九天的时候 才只能开一半 但是在第三十天时 一晚上就能覆盖整片池塘 挖井也是一样的 前三十米 六十米 一百二十米 都可能看不到水源 但或许在第一百二十一米的时候 就能看到一条涌动的地下河流 在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之前 或许你的眼前是一片黑暗 但只要你不放弃 在人生这口井上一直深挖下去 终有一天 你流过的泪 受过的苦 都会变成一股股单全 与朋友们 共勉